蛤蟆弓乃是欧阳芬的绝学 发弓之时 双手爬地 嘴里发出啰啰叫声 网如一只蛤蟆一般 全身续尽寒式 温力不土 只要敌人一攻击 就会释放出巨大的力量百反击 这威力足以与红七弓的相当比拼 欧阳芬也正是凭借这门武学 成为了武爵之一 在神雕侠力中 杨过机缘巧合下 遇到了欧阳芬 还被其收为义子 欧阳芬毫不吝啬的床 杨过绝学蛤蟆弓 杨过天之冲里 虽未有欧阳芬那帮气势 但也惜得蛤蟆弓五六有余 也就是说蛤蟆弓虽然杨过没学拳 但是打起来也是可以用得上 毕竟蛤蟆弓有那么厉害 可是杨过用蛤蟆弓的次数 屈指可数 而且都是在杨过成名之前所用 很多人说因为杨过成名之后 所学有功更为厉害 此话说的没错 谁让独孤求败的重剑剑法 乃是传世绝学呢 不用蛤蟆弓也是很正常 但是实际上杨过并没有不用蛤蟆弓 而是修改了使用方式 当初杨过与小龙女分别之后 除了思念小龙女之外 就是苦心专业武学 他回想自己平身受到过 不少武学大家的指点 其中包含了东邪吸毒 被盖中神中的绝学 就连古墓牌的绝学他也亏探尼尔 若是都融会贯通的话 必然是武学大家 可是他自己只有一双手 以上那些武学很多都使不出来 你拿蛤蟆弓来说 单臂趴地稳定性都不如双手趴地 所以杨过苦思冥想 终于让他悟出来了 以欧阳风蛤蟆弓逆行经脉为蓝本 结合搭购办法 贪治神通 欲消剑法等等 创出一套不以招式变化取胜的展法 而这套展法 正是我们熟悉的暗蓝销魂斩 由此可以知道 杨过把毕生所学 都融会贯通在暗蓝销魂斩之中 这当然也包含了欧阳风的蛤蟆弓 而他使用暗蓝销魂斩 其实也是带用蛤蟆弓 还有其他武学的神功 可以说杨过是一位武学奇才 能把武功练到极致 也能自创武学 把武功融会贯通 何多唯一 始终难得 今天事情成就 读书到这里 喜欢武家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